在南半球的智利 現在正值夏天 由於當地出現熱浪酷暑 刷新森林大火 已經造成二十二個人死亡 在智利的中部還有南部地區 遭受強烈的熱浪襲擊 氣溫突破四十度 那麼從當地時間的二月三號開始 這火警就慢慢地散播開來 截至當地十號的四號為止 在全國有兩百五十一處都發生野火 像是在南部的部分省份 還進入了緊急狀態 目前火勢的面積已經來到 大約是1.5個台北市這麼大 那麼受害人數有22人死亡 還有554人受傷